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什么规划 他一直做这个兼职模特儿 也不稳定 他也挺焦虑的 然后我一看 那我就帮帮他吧 然后就从家里拿了一些钱 就投资了 让他当老板娘就管理一下 然后也就要骑驢找马 就是找找这个本厅工作嘛 后来他知道之后并不领情 还给我吵了一下 主持人我先提前说一下 他自己说的那三分钟热度 不是说我今天喜欢你 我明天就不喜欢你了 我是觉得恋爱都是有热恋起 到最后都是归于平淡 就两人好好相处就行了呗 他为了我从家里拿钱 给我看那边 他觉得对我好 对于我来说都是压力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职业规划 你为什么要替我做决定 后来他不想干 那行 那你不想干 所以在这我要问一句 你跟他商量过吗 他没跟我商量 但是我想的就是 我付出多一点 就是给他找一个办公主 行 我知道了 你没有商量过 所以他拒绝了对吧 对 后来呢 后来呢我就想 他既然不想干 那就不干呗 然后我就有点挨无机污那种 就是他想干的事 比如说这种模特 那我就想更贴近他的生活 更有目标性的 怎么对他好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干这个 他也生气了 不是 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他都不了解模特啊 他为了黏着我陪着我 跟我一块做模特 现在怎么办 你还管吗 我只是入国而已 我朋友可以管理 就是本来他已经是一个 很完善的体系了 就是我只是 再投了一些钱 让你去那儿当老板娘而已 你还是没有问我呀 你直接就来黏糊我来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行业 你干嘛为了签就我来 黏糊我来呢 女生那么听起来 是不是你女朋友还挺独立 特别独立 我从小说到家庭方式就是这样 就是女生要独立 挺好 挺好 凭什么你让我去做老板娘 我就做呀 对不对 我可以不做 我有自己的喜爱 我就做兼职模特挺好的 你别黏着我是吧 挺好独立吧 他是那么讲的 我后来也理解了 可以 再后来 主持人您说 我们现在是谈恋爱对吧 然后在一个什么节日啊 纪念日 我送她的脸东西 总没有什么错吧 可以送 然后对吧 我也觉得可以送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一些 女生喜欢她的包 花妆品那些 刚开始的时候她不收 然后后来我就软萌烟炮 我就说咱们谈恋爱嘛 我送你点东西 而且在纪念日我觉得很正常 她才收了 但是她后来给我借口就是她说 我以后不会要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总觉得她欠我什么 就是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 她就是我们俩分社以后 她把送我的礼物 全都要回去了 然后我们俩吃着饭 她跟我送的特别清楚 她这样都让我给她转上去了 然后我从那一次我就觉得 可能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各分各的嘛 你不用送我她的东西 而且我独立 我就觉得咱俩人在一块 我找男朋友 不是说我要依靠你 我觉得我找男朋友 是你要跟我享福 这段关系我才会很舒服 我也知道她这件事 但是我总感觉 她就是没有走出来上一段感情 她觉得所有人都这样 然后她就会用上一段感情 就是对她造成的伤害 她来伤害我 就我觉得这样很正常 然后她就觉得 就因为我前男友会那样 所以可能以后分手之后 你也会那样 所以我就觉得 我没想说你分手以后会怎么着 她自己想多 我根本就没那么想 就是你没想过分手 对 我没说想分手以后 只是你就是回礼也后贵的 就算了是吧 我不是说回礼 我不是 再再之后就更 说不清楚 再之后就更过分了 就是我们感觉就不像在谈恋爱 就是我们严重到那种程度 吃饭我们要A 奶茶我们要A 看电影我们也要A 然后最让我生气的一次 就是有一次我俩去北京玩 然后呢 我也是顺手买了一下成绩车票 然后下了车 她的第一件事是 直接把这个钱给我转过来 我觉得普通朋友也没有过这么 这么这样 就是我和我朋友之间 可能我请你吃饭也就算了 就是我感觉我俩现在关系 真的不像情侣 不是 那个钱 我吃没吃那顿饭 我看没看那电影 那北京那我去没去 那是我的费用 我支付给你 这很正常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 这个就缺点人味 是挺正常的 下次你请她 你再买单簿就完了 你非要这样就 就觉得差点人味 不是 我说的这个意思 是不是能感受到你 可以 就是其实男生也接受 你独立我也接受了 对吧 你别这样 我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这个方式有点硬 我理解的对吧 我主要是觉得 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吧 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不是你非得给我买单 我是觉得你看 我平时其实不做饭 但是我在网上 看到好的菜股 我也会给他做过去 我觉得这才是实质性 对你好啊 行 好 再后来 他给我提了这些东西 我说可以 既然咱们不用钱来解 钱他觉得麻烦 然后他觉得我有点事 然后我说OK 那就是多关心关心他吧 然后有一次他下班 我就开车去接他 然后那一天呢 赶上那晚高峰堵车 就是有点晚了 晚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一下车 就跟他赔礼道歉 但是他给我的态度就是 我热脸去贴冷气 我那种感觉 就是一盆冷水泼我脸上 不是 这件事问题关键在于 我站了一天了 我很累 而且他让我等他一个小时 我在冷风里吹了一个小时 踩着高峰鞋 你觉得我能乐意吗 但是 再一个咱俩都有各自的生活 你有事你忙你的就好了呀 我就想赶紧回家 就是我觉得 我不是没有你 我就回不去家 因为我俩在谈恋爱 我觉得我满心欢喜去找你 我看到你我特别开心 但是就是我 我也觉得你应该会这样 你一天那么累了 然后看见我之后 可能你会开心一点 消除一下身体那样匹配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你考虑我感受了吗 我没有考虑 确实当时没有 我们只想见到你 我们确实没考虑 对不对 但是我接他我也是 好兴趣接他我 是 没错 我主要是觉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就是他干涉我生活 干涉的太多了 他容忍我圈子 容忍我太过分了 一直于我的好朋友 都跟他表白了 他那次信誓旦旦跟我说 你胖跟我表白了 我把他狠狠拒绝了 还把他骂一通 他跟我邀功来 你不觉得很幼稚吗 这主持人是这样 我根本就没有邀功的意思 本来是我对我的朋友 都特别的好 然后我就想把他的朋友 跟我的朋友就是一样 就是都是对得好一点 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就是 平常会问我一些 就是很正常的生活的问题 我的朋友也经常会问 因为我原来也干过 这个咨询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可以 我会把我的一些见解 我的感觉告诉他 但是他那个朋友 我看出来 对我有点意思的时候 我立马就拒绝了 而且说的话也比较难听 因为我说就是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谈恋爱 他的朋友 知道我俩在谈恋爱 就是相当于他 准备做第三者 然后我说 你这样真的好吗 就是你这样是 违反原则性问题 我觉得你这样 特别不地道 我告诉他也不是邀功 就是告诉他 你这个朋友不地道 你以后注意一点 结果这件事之后 他反倒帮他的朋友 就是我感觉 我做这种事 我是为你排除一个 你在你身边 不太忠心的朋友 结果到他那儿成了 我破坏了 他们俩之间的友谊 不是 就是我的关系 比他们还要远 我的观点在于 你融入我生活 融入太过分了 如果你不这么见他 你不这么热情的话 他会有进一步吗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朋友比较重要 那是我的朋友 他有错 我会指责他 那也轮不到你去指责他 就我的私事 你为什么要替我做主 不是 这不是你的私事啊 这是他的私事啊 这是我的私事 我朋友吗 一个女人喜欢他了 他正在谈恋爱 他拒绝了那个女人 他没错啊 这是他的私事吗 就我觉得 这是我的私事 这是我朋友啊 他做错我去指责他 然后这件事 这件事也就翻篇了 不是 你们俩还谈得下去吗 我看你们俩散伙得了 这不是一个谈恋爱的状态 就我听到 我一开始听来 还觉得女生挺独立的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 不像谈恋爱呢 然后后面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我俩距离就更远了 那肯定啊 一定远啊 然后再后来 他就是 不是特别经常主动联系我了 他经常会自己去逛街 自己去吃饭 然后发朋友圈这些 这我看了 我心里肯定会难受 因为我是他男朋友 这些啊 其实我都能理解 行 你品尝孤独感 你喜欢自己去做 可以 最让我生气的一次就是 我们两个有一次吃饭 然后我开车 都快到了他家楼下 告诉我他搬家了 不是 我自己吃饭 是因为我想吃饭 那我一个人就吃就好了 再一个你是我男朋友 我也心疼你 你平时忙 那我自己出钱 就能解决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麻烦他 折腾他呢 最主要的是我刚搬家 没几天 我这两天忙 我没有告诉你 我不喜欢事事都向你汇报 就是我觉得这两天 他抽个空告诉我 这搬家也不是什么小事 不是什么吃饭 喝水这种小事 你可以不说 我今天上个厕所 我要跟你汇报 我不需要 但是搬家这种大事 我出钱能解决 我干嘛要折腾你 你不累吗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不是事事都不依靠你 我做进去手术的时候 我不还是教你吗 我不是心里没有你 哎呀 这姑娘也有意思啊 就是我就觉得 我不像她男朋友 我就像朋友 算得上吗 就算不上朋友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我觉得 最重要就是主任 你也知道 我前面说这件事 我都没做过除 送礼物送出撮 接下来回家是出撮 然后给她花钱也是撮 怎么样都是撮啊 但是我总感觉 就是我特别坚守一件事 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 心情至高的人 就是因为我家里 从小是单亲 然后是母亲 拉手长大的 我就一直想让她 跟我妈见一面 因为我跟她 想有个以后嘛 但是她就一直拖着 然后我每个月也在催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 去见你家家里人啊什么 她就一直拒绝 她每个月都在催 看到了吗 主持人 我们俩相处一个月 她就让她带我回家 她之前谈过两次恋爱 都是相处一个月 要带我回家 就是我们俩相处 我现在仅仅仅一年了 每一个月都会跟我提 就后来把我逼急了 我觉得这是你的规矩嘛 那这个规矩 我为什么要遵守呢 就见家人的事 最起码得我同意吧 你就把我带回家 就是给你 就是八把关对吧 那如果你家人不同意呢 你要跟我分手吗 你会跟你的家人 吵一架吗 我只是觉得就是 过来人 他会有一个良性的建议 我毕竟就是 比他还大几岁 我年也大 家里也催 就我想 如果要是再认识一个 比如说我们分手了 我如果再认识一个 又得有一个 这个相处很久了解 再了解互相家庭 这个过程就会很长 可能家里也不允许 我有这么长的时间 再去了解一个新的人 所以今天来是 请各位有经历的人 帮你做分析的是吧 是吧 哦 喜欢他吗 喜欢啊 确定吗 确定啊 真的确定吗 就 我就觉得 除了这些小事 我们俩平时相处得挺好的呀 你就问你喜不喜欢他 喜欢啊 真 真喜欢啊 真喜欢啊 你送给过他什么礼物 他喜欢表啊什么的 他要看着那种 就是运动型的手表 我也会给他买 还有他喜欢球鞋什么的 我也会给他送啊 哦 你收了吗 接收了 因为他说 你既然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这个不收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说好 我喜欢你我当然给你 这个不能轻负 女生做到了 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他会非常的在乎 你的情绪 你的感受 这一点我看不到 男生在前面 确实也做错了 没有经女方的同意 你擅自的去安排她的 生活工作人生 制作主张 虽然你完全是出于好意 而且想尽方式 拿出钱来 想去帮助她 但是这一点 或许 算了她的自尊心 因为很独立 她很要强 她精畏分明 但是女生 她为什么会感受到 你没有把她当男友 因为虽然我们说 恋爱它没有标准答案 但有很多预定 俗成的相处方式 你的相处方式 让我们听得也是很惊讶 你很见外 时时会透出一点冷 时时会透出一点硬 你去问天下男女恋人 自己的女朋友搬家 男友竟然不知道 会给人家笑话死的 说明 你们两个人 根本没有恋情 不是恋人 你的理由是 我又不要你帮忙 我告诉你干嘛 我是不想麻烦她 你太见外了 她是你的恋人啊 搬完之后通知一下 也可以嘛 也没麻烦吧 应该在班之前 你考虑一下她的感受 尊重一下她的面子 我总感觉 如果说一个女生 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我 我们可能是同事而已 我绝对不会把你当女朋友的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性格问题 还是爱的问题 这样下去的话 你们的爱情会乱了方寸的 爱情当中最痛苦的 那就是看不到希望 这是一个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问题 供你参考 你去反思一下 是性格使然 还是爱使然 很重要 谢谢 当我称你为男朋友的时候 男朋友和男朋友不一样 好 I 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in',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in',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Daddy Moza, man, no it's tough I'm so gone No I'm never turning back I won't stop I'm a fight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so one You're gonna be hurting back Cause I'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You don't wanna make me mad I stay strong You will never see me crack And if you get in my way You gonna feel the wrath Gotta say it to my face When he's looking back Mirror breaks after math When I hate I attack 让你的妈妈老人骂 总会有一些建设性意见 但潜台词是 让你的妈妈来判断 你要不要跟我继续交往 对不起 跟你要不要继续交往 我还没判断好的 凭什么我要把自己展示在那 被你的妈妈判断 所以 我认为你不要太急了 慢慢来吧 他认为你很有希望 但他还没有决定 哦 就是他 虽然你都叫男朋友 你说很明显 打着独立的幌子 行着不爱的事实 上一段恋情多久啊 也是将近快一年 快一年 那压根就不是三分的热度吧 上一分恋情的相处模式 不是这样的吧 嗯 对 只不过是前男友要回了所有 伤透了心 男生追你用了多久啊 追我三个月左右吧 哦 开始 为什么一两个月不同意啊 就是他追我 当时我也 刚认识这个人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 对 没感觉 那为什么同意呢 因为他对我很好啊 对你太好了是不是 所以他只是对你好 对吧 如果你看上的一个男人 只是觉得他对你好的话 这份好 如果他不爱你了 随时可以抽回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又将一无所有 所以对抗不被伤害的最好的模式 就不给他伤害的机会 我不接受你任何表达情意的这种愧奏 就连吃饭 看电影 所有的行为都要AA制 我一点也不亏欠你的美其名曰 我独立 但是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他 你心里哪有半点他的情意啊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一件事 当你的闺蜜喜欢他的时候 居然你觉得他做错了 他拒绝了 他错了 其实你把它摆在了 你和闺蜜之间关系的背后啊 没有真正爱对方的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 会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你不爱他 与其说他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说是一个比较 还谈得来的男性朋友 但他的位置排在你的女性朋友之后 搬家都不愿意告诉他 多麻烦 告诉他干嘛呀 不告诉他就意味着 他不能让他随时找到你吗 你想找到他的时候 你去找他就好 对不对 包括他来接你 你心里是不愿意啊 如果真是恋爱当中人是甜蜜的 虽然鱼很冷 但很甜蜜啊 对吗 不爱就不爱吧 干嘛非要在一起 当然喜欢啊 是不爱啊 但是我现在挺喜欢的 不 我要留着看呢 不是说不爱就结束了 我可以 我喜欢 我是现在还没爱上 那还可以继续啊 但是对他太不公平了 他其实你一直在等啊 等一个真正让你一见钟情的 那种形象的男孩出现 哪怕是只及他一半的好 你也会不顾一切地抛弃他 说不好意思 我很独立 我没有欠你多少 你要不去什么 我没有欠你的 这就残忍咯 是吧 我没有这个打算 希望你没有 就这样 您的上一段恋爱是怎么结束的 他给我的理由就是 不喜欢你了 太黏人咱俩结束吧 就这个分手完以后 他才说把钱东西都要回去的 太黏人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 你是有工作吗 也在兼职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我喜欢独立一点的 有自己思想的 能自己处理好很多事情的男生 成熟 稳重 游刃有余 不靠家庭 都不沾哪 好像这些条全都不是你 您在帮他弄那个老板娘的时候 就犯了他第一个大机会 从家里借钱 假如在那个时候 你告诉他 这是我自己平时挣的 我帮你投这个 他会觉得 有能力 但是当你告诉他 这是向家里人借的 他会立刻觉得 难道以后我要跟你一起 养人比息的生活吗 我是有工作的 我当然知道您有工作 但您没有那么多钱啊 您投电不是您自己存的钱啊 对不对 他要的是 不只是要有工作 最好是成熟稳重 游刃有余 如果有闲钱可以挥霍 那么那一个钱一定都是自己挣来的 而不是我向父母要来的 您是愿意找那种白手起家的 有能力的人 还是愿意找家境还不错 第一种 第一种 我喜欢自己有能力 自己打拼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这样 这个男孩身上 在有一些女孩看来全是优点 没有怎么吃过苦 因此人生呢 也过得很顺畅 性格也会比较平稳等等 但是在他这儿看来 家境还不错 这本身可能就是个错 所以一旦 符合您审美的那个人一出现 他就会撤了 现在还没有让您离开 只是因为那个人还没出现 他很在乎他的闺蜜们 他总觉得 我的闺蜜跟我的友情 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不是你边界不明 不会让我的闺蜜忽然那么泛晕 是吧 您都知道了吗 所以如果是比友情 友情第一 如果是比那个 还未出现的假象第一 那个未出现的才是第一 他心里头虚伪以待 留给后人 就是不是您 我跟你说啊 小伙子你记着 这个时候考验的是 你内心深处的诚意 一个女孩 在可能在18岁之前 只是去判断 看着自己的父亲 或者兄长去判断 以后我喜欢的男人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谈了第一段恋爱之后 哦 我喜欢的男人 原来这个样子是可以的 第一段恋情也许不顺利 啊 这样类型的男孩 我以后再也不触碰了 然后有了新的恋情之后 哦 原来不一样的男性 还有这样的 不要被他什么所谓前男友 那个样子 或者他所谓受的伤 去约束了你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爱他 我就撞个南墙又如何 这不是已经撞了南墙了吗 不是啊 今天在这儿 不是 撞个南墙不如何 只是他家搬走了 有一天你发现 你再也找不着了 如果我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话 那我就撞到头破血流 到那一天 好 我尊重他的选择 但实际上这边并没有结论 我认为你应该继续坚持住 暂时没打动 不代表一直打不动 就看你爱不爱他 但是如果打不动 不是你的问题 是动在那边 其实最重要的是个性感受 你觉得他爱你吗 都不用回答我 人之所以还拥有本能 还拥有直觉 就是留给我们用来 在这种时候 不知道怎么的时候 我们用来做判断的 爱不爱 对方有多爱你 多喜欢你 重不重 对方有多重要 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不用说感受就够了 甚至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够了 你自己回答他喜不喜欢 爱不爱吗 女生有一点 其实说清楚很重要 不要搪塞 就林老师说那个 我认为我们的关系 还没有到见你妈的阶段 我认为我们的关系 还没有到我搬家 需要通知你的阶段 你要明确地说 喜欢肯定是喜欢嘛 谁都喜欢别人对他好嘛 但是爱又是另一件事情了 所以人家说嘛 爱情是一场双向奔赴 如果只是一个人在那儿用劲 当然很累 当然觉得很冷 我相信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你都懂 就问一句 某些做法 是不是太过了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可能是我相处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算了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算了 这些东西 All ways they need a new replacement Decentralized can't contain it We're changing lives yeah upgrading Color to a sid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Take a dinner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Take a dinner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我认为这场爱情 还是有擅长的基础的 刷不出 诚心诚意的追求 就是要承担追不到的风险 女生出不出随她 男生我真的特别挺她 她应该出来 我觉得两边都会出来 就女生那一生 我还是喜欢你的 哎呀 她绝对就 就晕了 我觉得男生不会出 男生不出来的话 这女生也许还能够反应过来 哦 痛使我爱 在那一刻从喜欢变成爱了 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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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know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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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I think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ve found My mind overwhelms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know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some days I feel far more worthless Baby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If I still have you I have purpose It's all worth it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I guess you're tryna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I know you told you're friends And what's wrong And what's wrong 就到音乐酒吧做销售了 对 就我那个朋友 他开了个音乐酒吧 那叫我过去 他那里上班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觉得那个工作挺合适 对啊 这不挺好吗 你怎么会说有竞争的感觉 主持人 有一点我跟你讲 他很奇怪的事 就当时我想让他 进我们那个工会 他不同意 因为他当时讲了一句 我不想靠女人 但是后边给他介绍 那个音乐酒吧工作的 那个也是个女性朋友 我就不乐意 是粗了 那我是你女朋友 我帮你 你不乐意 那为啥你一行朋友 帮你你又乐意啊 那不一样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 他只是一个朋友关系 那我觉得去他那里 我觉得不是靠着自己女朋友 吃软饭的那种 这也没有什么竞争啊 后来又怎么样呢 后来就他去那工作之后 就他我觉得 平常在我们聊天中也变了 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在乎我了 以前我跟他聊天 我会分享我工作上的一些事嘛 就比如说今天收到的礼物 然后他都会夸我 他说宝宝你真棒 他现在他都不夸我了 他现在他都说什么 就很阴阳怪气 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今天收到的礼物 就是收入 对吧 主播的收入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 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今天还有两个大姐 找我办卡 昨天还有三个找我 我觉得他有点这种攀比的心理 这哪里阴阳怪气的 那凭什么你可以说你工作经理 那我不能说我的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讲话 我觉得你还阴阳怪气的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讲话 就很阴阳怪气 就有攀比的感觉吗 行吧 行吧 我这这站前你认为是攀比就攀比 那他还攀比什么了呢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攀比的事 他之前也是去那工作 我不是不太乐意吗 还有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追我追的也挺猛的 就各种送礼物啊什么的 而且他为了我把那个酒给借了 那他现在又经常喝酒 他晚上经常喝的一声醉回来 然后都是酒味 我就很不乐意 那我工作就是要喝酒的呀 那所以一开始 我也不同意你去那上班呀 你还是得去 那我觉得工作挺合适我的 我就想去那里工作 主持人 我觉得他就是在 故意气我 他就有种攀比的感觉 去去去去 这谈不上人家做一个职业选择嘛 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到 他实实在在是气着你的呢 还有一点特别问 你就说了怎么去找你了吧 就之前就我俩经常吵架 因为我性格比较直爽嘛 然后以前我俩吵架吧 都是一起吵 我讲话他也讲话 都能把事情解决 那现在可好了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在讲 他在旁边就闷糊涂 他都不讲话 而且甚至有时候更气 我在那讲话 他在那旁边打那 Beebles做伴奏 我就觉得他很幼稚 有种在故意气我的感觉 主持人啊 我看我吵架又吵不过他 我一回家 他就说我又喝酒了 然后又开始吵起来 然后我干脆就不说话了 那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吵啊 那我给他搬个座 我觉得这件事情挺浪漫的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很幼稚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男朋友 他现在不仅仅跟我比工作 他连这个外表他也要跟我做比较 就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吧 我觉得他挺阳光的一男孩 现在挺阳光 他现在 主持人您是不知道 他家里的化妆品比我的还要多 他每天出门化妆打的那个份 我有时候就打一层 他有时候甚至要打三次层 那我化妆怎么了 我男生不能化妆吗 那我再说了 我在酒吧上班 那我打扮得好一点 不是刚好一点吗 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你现在就是去那上班之后才变了呀 那我也是为了工作啊 而且主持人 他现在不仅化妆品超多 他以前也不怎么买衣服 他现在也是经常买衣服 而且您看他现在那么瘦 他之前本来也瘦 然后他就是有容貌焦虑 现在都减了十几斤了都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拿健身好吧 你现在就是瘦了十几斤呀 主持人您看不出来他很瘦吗 他之前都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有那个容貌焦虑 他就是想超过我 不是 你们俩又 男女朋友干嘛弄得这么 对吧 这没有什么超过的关系嘛 他打扮得帅帅的 你带出去不也很有面子吗 对吧 你打扮得漂漂亮的 他带你出去 不是也很好吗 你工作好 他为你高兴啊 他工作好 你替他开心多好啊 这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啊 怎么了姑娘 就后边有一次 就我们俩要出去吃饭嘛 跟几个熟练朋友去吃 那饭店挺近的 就走路就两三分钟 就在楼下 刚好那天我们俩也没化妆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再化个妆出门了 都熟人了 然后我就想拉他直接走了嘛 但他不乐意 他非得化个全妆 很精致 就香水各种化妆品 全部都倒腾上 才愿意跟我出门 那我化个妆出门 那不是给你撑草面吗 那我们俩出门 我都可以不化妆 那为啥你就要化 我觉得你就是要超过我 你不化妆我就不能化了 你不化妆我就不能化了 我觉得他就是要跟我比 主持人 不是跟你比啥 跟我比美 他就是要跟我比外表 我男生跟你比美干嘛 那为啥我都不化 你要化呀 那我化妆也是为了你啊 我给你撑草面不好吗 你还要说我 主持人 我觉得他化妆啊 不仅仅只是为了给我看 更多的是给工作 那里那些小姑娘看的 反正我就不乐意他这样 他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阳光了 而且我觉得他也有 就是在内心的 跟我安安做比较 就有种这种感觉 那不是挺好吗 就比呗 那我觉得我们是情侣啊 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要比来比去呢 你是要跟他比吗 孩子 那我觉得 他就是要跟我比 那我就是跟你比了 那是什么的 你直播间那些大哥老是给你发私信 我就觉得很烦 主持人就是这样子的 就前段时间我看我男朋友手机 然后我发现他那个交友软件没删嘛 我就比较敏感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也问他了 也跟他大吵了一架 然后结果他就讲那种阴阳怪气的话 他说什么 那你天天直播 你天天发视频 发照片 也有人去给你评论 去夸你 去私信你 那为啥我就不能在社交软件上面发我的动态呀 我觉得他就是在故意气我 他这个就是一个做比较 他就是想超过我 那比如说他们可以给你发私信 比如说那我不行吧 那你就不担心我吃醋吗 主持人你看 他就是没那么在乎我 就是要跟我做比较 现在听懂了 行 咱们把你们俩竞争的事放一放 除了竞争之外 你们俩都好吧 除了这个竞争的事外 还有几件事 我也是念念不忘的 说说念念不忘 对 就我觉得他跟刚开始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也没那么在乎我了 因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追着我嘛 各种小心思都会花 但是我们已经很久 没有过过那个纪念日了 就快过年前 那找我借了三千块钱 当时我也就没多想 以为他有什么难事呗 我就借给他了 就想着让他主动还 我也不去问 然后后边除夕夜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 五千二的一个红包 就当时的话还是挺感动的 但是也就是在犹豫要不要收 您知道吧 五千二的话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感情 不是用这个金钱去衡量的 哪怕他就是愿意花心思 给我买一个 没有那么贵的礼物 我都很开心 但到后来不是说是什么 压岁钱 然后让我收下 我就收了 后面他也发了个朋友圈 秀问爱 结果我跟您讲 就是过了段时间之后 那段时间我刚好是缺钱 然后我就想起来 这三千块这事了 我找我男朋友要 您猜他说什么 他当时说了句很雷人的话 他说我除夕也不是都给你发了 五二零了吗 怎么又来找要这三千 那五千二不够你花吗 干嘛又要问我三千块钱 不是够不够的问题 那个五千二它不是压最浅吗 怎么我的钱也变里面了呀 那你既然那么在乎那三千块 那我过几天给你不就得了吗 不是在不在乎的问题 那当时你还把那个 就还截个图秀个很爱 你不觉得在外人看来 你就是对我很好 就是很大方吗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您觉得呢 行了 听懂了 就是一个女孩 原本希望跟自己的男朋友 组一个CP嘛 一起播嘛 男朋友小心眼不愿意嘛 对吧 要靠自己嘛 结果自己播了以后 没播出来嘛 女生慢慢地在成长嘛 男生跟不上了嘛 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 开始各种作妖嘛 我理解得对了吧 真实想法吧 我又害怕她跑 那我咋能留住她 我得让她关注我呀 我就导致我自己呀 我一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比漂亮 我一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比这个吸引力 是吧 还挺可怜的 你能感受得到 对吧 对 那你在乎她不 在乎 喜欢不 喜欢 为她咱不干主播了行不 这个要考虑 这就理智了 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 一个是你喜欢的事业 一个是你爱的男人 原本不该出冲突的 为啥就出了冲突 该咋办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讲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生 人比人要气使人 何况是恋人 对吧 对 但是你看 她化妆也不行 是和你去比水量 是吧 对 她减肥也不行 想和你比身材 是吧 对 这是比吗 你内心 真的认为这是竞争 这是比吗 你当时提出 两个人一起播 除了从事业考虑 你有没有担心的是安全感 她绑在你身边 就更安全 对吧 起初你们两个人 让我感觉到蛮温馨的 而且也蛮温暖的 蛮正向的 我的气质很能干 我的事业上 我也要把它做好 我原来认为 你讲的竞争 是这样的竞争 你把这个做好了 她把自己这一摊也做好了 但越听越糟糕 原来你们那个竞争 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病态竞争 很显然 相互之间越比 越没自信 越比越不信任 所以你们的比的核心是 相互不信任 既然两个人是恋人 我认为信任它是基础 这样的比下去 这个恋爱是很荒唐的 所以我认为要停止这样的 一种病态的竞争 你当主播 做得出类麻醉 把它做好 你也一样 在酒吧做销售 也是正当职业 做得堂堂正正 酣长淋漓 谢谢 谢谢 他当初让你跟他一块播对吗 对 所以他心里是无愧的 你进入我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个号里面 然后我能看到的 你都能看到 我能面对的 你跟我一起面对 他当时给你这个邀请的时候 他问心无愧 你理解吗 理解 是这样 既然他问心无愧 你也知道他无愧 那你看不顺眼 是你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我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问题 变成一个干扰你们俩的问题 你既然相信 我们也都相信 他都拉你一块去做那个号了 那你既然相信 他内心深处 没有什么遮着眼着 藏着怕你知道的 那这个时候 你看不顺眼 是不是你的事 那你去解决你的事啊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扩大化 把这件事情复杂化 然后让这件事情 摆在两个人面前 什么我不想受你的恩惠 然后甚至我不想吃什么软饭 这得多自卑的人 能说出这句话来 如果你自卑到 连接受别人 普通的帮助 问心无愧的帮助 都觉得接受不了的话 这是有多自卑 他比我强 他来帮我 对他出于善意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接受他的帮助 怎么就能 变成吃软饭 这么一个难听的词呢 所以你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而你解决你的问题的方式 现在的方式 真的不对 原本那不是个醋 你非吃不可 然后你自己造出一碗醋 还挺劣质的 还捏着对方鼻子往下灌 那我吃了你的醋 我知道这醋原本不存在 但我依然要吃 然后我也做一碗醋 给你灌下去 他招谁了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你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们俩之间 原本问题并不严重 你一定要严重化 其实亲密关系当中的 竞争很正常 你们一定 对 你们一定听出过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话 爸爸妈妈 在一起的时候问孩子 你是喜欢爸爸多一点啊 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啊 这就是一种竞争 很开心 夫妻之间 情侣之间 就会比智慧 比力量 比好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怕是 不正当竞争 因为什么呢 当一方 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 他就会以 击败另一方 为目的 显示 你看 我还有能力 这会儿就是 不正当竞争 他就会把 情侣之间的关系 正常的相处关系 搞坏 男生就是这样 男生感觉到了 一定的威胁 感觉到了 他的事业 他的收入 他的等等各方面 他状态越来越好 你可能是越来越不好 其实在你不喝酒之前 还是不错 但是慢慢的 你以此喝酒 为一个挣钱的途径 你是做酒的销售 对不对 但是同时你用自己 所谓 亮丽的外表 去吸引更多 异性客户 这就有点不正当 另外 你以击败对方为目的 而不是说 提高自己为目的 形成你们 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面 就是不正当 所以当你把这种 方向走得越深的时候 对方就会受到伤害 他会莫名其妙 他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好了 你还不开心了 你看不得我好 其实你是看不得 自己不够好 所以一定要自己 从内而外地 强起来而非 是不健康的一 打压对方 我不行 你也不行 这种模式就非常有害 亲密关系 好吗 就这样 两个人其实都挺自卑的 男孩子也就是因为自卑 所以女朋友一说 我有点成绩 他立刻会讲 我也有 我也有 你看我也有成绩 这个确实就是自卑 但是你的这个心思 就好奇怪 姑娘 因为我们是女生 我们从小长到大 我们一旦要是说 你看那个人 他什么都跟我比 我们多半是讨厌 那个人的 而且我们觉得 那个人比不上我们 我们才会这么感叹 他好烦 他什么都跟我比 他又在学我呢 他就想和我比 对吧 但是我们欣赏的 那个我们觉得 真棒的女孩 他要跟我们一起玩了 我们穿成一样的 我们觉得好开心 我们不认为这是比 我们认为 姐妹就得这样子 因为你欣赏她 你觉得她棒 所以在你眼里 你的男朋友就是真差 你就是觉得 他不配每天穿一套新衣服 你就是觉得 他不配跟我一样瘦 因为他又不用靠脸吃饭 甚至他靠脸也不一定吃得到呢 你就是觉得 他不配过来跟我邀功 说他办了多少卡 所以你才会烦他跟你比 你烦他跟你比之外 除了他不配之外 还有一个 你没有那么爱他 不但不配 而且我见不得你更好 我见不得你 不是按照我给你安排的路的方法好 而你的男朋友也没有那么喜欢你 这也都是一回事 你的男朋友跟你在一起 两个人都还在较着劲呢 男朋友没有办法 现在跟其他人在一起 所以还在保持着 和你的恋爱关系 一旦他是彻底打破自己的原则 或者怎么着了 他可能就搬出去了 此刻跟你比 还算是他留有最后的一点 那个叫做纯情的小恋爱吧 我跟我的这个 就像是同窗好友似的 比比成绩 比比这个比比那个 很快 也许他就不比了 因为他要去跟其他的人比 你们两个人 就是此刻一个在说 他老跟我比 其实你也知道他不爱你 就是因为他不爱你 所以他才不愿意 听你讲你的开心事 你一讲你的开心事 他就抛出一个他的开心事 来堵住你 就是不想分享吗 就是不想为你高兴吗 觉得那点事 没啥好高兴的 觉得我才是天下最重要的人吗 你们两个人 其实都想找一个镜子 来照出自己的爵士美貌 但是恰恰相反 你们都不是镜子 所以就早早分手吧 你就不用每天老站在那里 苦恼的 深思历劫的站在那说 他就想跟我比 他就想跟我比 就这个话就好无聊和很荒唐 但也很可怜 姑娘 然后对于您来讲 你就是好好比业绩好了 你的业绩应该是跟同事比 而不是在家里头跟自己的妻子比 一定要记住男孩子 因为有一天你会成为男人 你会成为丈夫 你的妻子会有阶段性的退隐 就是当他还孕生子 哺乳期 你要去跟他比吗 你要去拿你的工资 来比他的收入吗 你要跟他比 每天洗多少块尿布吗 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是工作 你就跟你的事业那一波去比吧 回到家咱不是真高低的 回到家其实就是你爱我 我爱你 然后就这样吧 散了吧 就挺不合适的 嗨 我看到的就是小情侣在打架 然后在成长的道路上的各种错误 各种幼稚 然后吃醋啊 互相吃醋啊 这还有啥 没啥了 你们愿意谈 我觉得可以接着谈 不愿意谈就算了 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节制自己的欲望 在这一组关系当中 最可怕的就是 因为从吃醋开始 欲望的东西 被一层一层地激发出来了 这对你们未来可能都不太好 所以好的恋爱关系 一定是两个人成长的嘛 想相爱就好好相爱 相爱路上就会出这么多的问题 那怎么办 谁叫你们那么年轻呢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Step 1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2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3 You grow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4 F***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Yeah, set your affirmations, aspirations I got shit to do, the aftermath of preparation Good food, good mood, blood in circulation One step at a time, yeah that's how you make it Set a goal you control and the steps you take them I try to pick one thought, have some concentration And if I make a mistake, it's called education I try to do this every day, call it replication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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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life ain't easy yo,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though Ups and downs, just like every different season yo Sometimes I'm high, other times I'm barely breathing though I always gotta fight and hide from the demons yo Negative thoughts, a poison they rot Head full of flaws, so here come the clouds They'll never stop unless I can swipe All the bad for the good in my head when I'm lost Yeah, so I'ma fake it till I make it Positive thoughts are overtaken, I got patience One day at a time, it's how you operate a cadence It's a flow, you grow, you show yourself a foundation Stay away from all the shit that causes temptation I know that I like to do it cause a sensation I live my life in my head like a narration Don't expect greatness, do my best, man I'll take it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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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really gon' rise in the sun Step 2, get somethin' good, somethin' cool to you Step 3, keep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4,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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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